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施工作业的时候 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电线 焊把线 在施工作业完成物体加固完毕之后 才发现压在下边的 这样拉根本拉是拉不动 拉不出来的 缝隙过小 只是施工事物造成的原因 有很多人在根部进行了剪断 然后再次拉出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不用那样野蛮操作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千万不要这样 生拉硬拽 避免插头 焊把线造成二次伤害 我们只要在长线处 后方向前方翻转 做一个小半扣 半扣做完之后 固定物体下方 直接窜出去 窜完之后 刹头 落在外侧的物体 以下向上窜出 然后我们再次双向拖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受力之后 自动解开 不上线 简单 方便 又实用 我们再次双向下窜出 我们再次双向下窜出 我们再次双向下窜出